其实我们走到海外 带来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技术 单一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来到海外深刻感受到了 可以通过这种新技术和新产品 让一个国家接下来的经济发展 能够有更好的新的驱动力 那么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出海的 这个更有深远意义所在 那么多年来其实中国的这个企业 包括比亚迪在内 当然有好多优秀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 通过不断的技术沉淀和积累 那么其实出来了之后的话 其实已经不能单纯的说 带一个产品销售一个产品到海外 而是这个产品本身 它可能有点到面 真正意义的影响到 这个国家的综合经济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中国车企 走出来之后 我觉得意义更加深远的一个部分 比亚迪在这里把电动车带来了之后 我们现在会发现 它延伸周边的产业会陆陆续续起来 比如说充电站的建设 比如说这种智能网联的这种体验 因为所有的这种技术设施 要发生这种智的这种变化 与此同时的话 因为电动车本身 它又是一个发电站 它这个发电站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东马 东马有好多地方 其实它的电力并不足 但是如果未来 可以通过这种太阳能 储能结合电动车 真正意义的会解决 东马贫困地区 没有电的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因此的话 我觉得我们其实中马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合作 应该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空间 感谢观看